一分钟的时间 让各位把心里想要的事 双手合十 虔诚的祭拜月老 拿着红线回家 希望牵起姻缘 拜完月老 也向妈祖祈求一切平安顺利 就用过去离婚率高 胜浮五年前 开始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大受好评 也成功配对不少参加者 步入礼堂 忙上班 手指头伸出来都是OA 都是做黑手 所以很少女孩子会不想靠近 我就看FB来的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心目中的悲伤 有缘就好 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 是迈向第六年 前面五年其实火炬成效 也很多市民朋友来报名 然后因为参加这活动之后 认识了他未来人生的另外一半 那像今年我们的联合婚礼就有三队 是在这几年因为参加单身联谊活动 之后然后认识 然后在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 那显现其实我们办这个单身联谊活动 对未来提升基隆的结婚率 甚至未来生育率 都是有显著的帮助 参加者也到火宰山休闲咖啡馆 透过活泼互动游戏 让大家享受悠闲的下午时光 因为现在因为 所要是少子的原因就是大家也不怨婚 那不怨婚的理由很多 那很多大概是因为很多青年男女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或者是本身业务比较繁忙 没有时间认识到未来的一个伴侣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希望 让我们更多促成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的基隆市民 不管是工作在这边或居住在这边 都有机会认识未来旅伴 那推展这个怨婚热身豪养 一向是金融市最近这几年 非常激励在推动的一些政策 那发展一个幸福产业 也是未来这个田律产业 也是金融市政府目前在推动目标 我想这边也呼吁好朋友 下个礼拜9月2日 还有另外一个提次的 单身未成年一活动 也鼓励大家踊跃来参加 最后在月老加持下 总继有七对男女成功配对 圣福线上满满祝福 能够找到人生伴侣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